快速反应 规范执法 热情为民 打击犯罪 他们是城市110 不舍昼夜 安危与共 他们是城市的守护者 城市110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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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报警后 110指挥中心主任许燕 马上调出银行自动贵员机附近的治安监控画面进行查看 发现半个多小时前 有一名男子将一辆红色婴儿车推进银行自动贵员机大厅后离开 再未出现 马上叫网格迷你去看一下 收到一条网格指令 请注意签收 网格迷你到达现场以后 通过车载视频 通过手持终端视频 通过执法记录仪的视频 上传给我们看的现场的一个整个的工作情况 那你监控的情况随时跟我们报告 四分钟后 网格警到达现场 网格警在现场发现 婴儿的家人就待在离婴儿车不远的地方 只不过那个位置是银行监控和治安监控的盲区 才引起了银行和警方的误会 这种呢还是比较危险 如果有这种 故意要把这个小孩打主意的这种 那么是很容易给这些犯罪分子 提供一些这种可蹭之机的 而且那个地点也很复杂 是在我们的火车站 所以我们也给他做了一个提醒 叫他以后带孩子不要是这种方式了 目前呢我们贵阳是采用的是 网格化接触警的这种方式 那么把全市呢组成去 我们画成了55个网格 每个网格我们配备一个民警 两个辅警 那么他们是全天24小时全副武装 在街面开展有警 街警 武警巡逻的这部分工作 那么这部分民警可以说他们是 吃在车上 住在车上 工作在车上 学习在车上 这部分民警我们都叫车轮上的警察 收到一条网格指令 请注意签收 签收 然后 来请单 30秒必须签收 我听一下 爬点什么事 有人打我 这位你认识吗 有人被打 有人被打了 到葡萄陆去 我们先到葡萄陆 今年39岁的张强 憧憬15年 调入网格警大队已有三年多时间 上升吧 快快快 我们贵阳网格警 你报警知道 对 什么事啊 我来他们都是要钱的 然后他们没给我 然后我说我要拿东西 他们领导说让我出来 让我拿 我说我要拿电脑 他说可以随便搬走吧 我过来动订一下那个电脑 他们领导在家 这是一起装修公司 与业主之间的纠纷 由于装修公司 连续三次拖延装修进度 因而 业主要求装修公司 退还装修款 尽管装修公司同意退款 但却以公司没钱没油 再三拖延 没有资历接触 没有资历接触 没资历接触吗 看一下 你搬了谁的电脑 你没跟我说 你这儿有私人财产 都是私人财产 再把大家的心平积了一点 刚才和你产情纠纷的是谁 有哪些 就那个男生 戴影镜的那个同志 请你过来一下 请你过来一下 了解一下情况 当时是什么情况 你和这个业主 他过来 他过来 我们都在这儿 他过来就说他拿电脑 然后我们没理他 然后他直接 他就拿我的电脑 你坐在哪儿的 我坐在这儿 你坐在这儿 然后他说他拿你的电脑 他直接拿我电脑 然后我就推了他一下 是不是这样的 是我过来我就说 我要拿电脑了 你都别工作了 这虽然是他欠你钱 但是这个财务 现在不归你的 法律上 这个是公司的 是不是 你的钱 他欠你钱 不能欠你钱 你马上就搬别人的东西 知道不 好好协商 协商不成 经济纷 有部门解决的 有工商 工商解决不了 由我们法院 去法院起诉 是不是 好不好 如果你们有肢体协助 有任何过激行为 那性质就变了 你本来有你的 变成没你了 是不是 平和一点 和一点 但是欠别人钱 你们尽快 你们公司尽快处理 不能说说赌气 为了赌气 说你拿我的东西 你有本事你拿吗 那肯定 他被弃的了 稍微等一下 我们把这个情况 给我们指挥中心汇报 然后我们通知 我们相关职能部门过来 可能这个是一个核弄诈骗 马上我就稳定他们的情绪 让他们静静的先交流一下 我就出去 马上给我们指挥中心汇报 然后协调相关部门 行政派所 竞争快速的接入 如果这件事解决不了 我还是有国际行为 我不管了 反正我不是来一次两次 我们现在还在这 我们现在还在这 我们不会走 这个事情不解决完 不解决我们肯定不会走 好吧 不管有什么过激行为 我就是话说到这 如果还有什么过激行为 我会做出来 把你们的手续拿出来 刚才和他们签的协议拿出来 如果我从这地方下去 你们管不管 不是说 是我跟他这个男生有过激行为 是 我本来跟这个男生 没有什么纠纷的 我也不想跟这个男生有纠纷 是吧 我跟公司有纠纷 我平常要跟别人有纠纷 别激动 别激动 周大姐 别激动 报警可能因为感觉 警察来了只是问问情况 怎么不给我做主 实际上网格警 等向医院的急诊医生 急诊医生接到诊 了解基本情况 然后对症下药 归口给相关的科室 我们警察就是社会医生吧 关门吧 关门 走了 好 OK 警察 里面 下面加点箱子装备 上次交接五五 然后现在开始进行那个装备的交接了 警方刚才两个 再没有 好 今年三十岁的赵献从警六年 一年前掉入网格警大队 赵献性格内向 说话言简一概 有点 收到一条网格指令 请注意签收 你好 这里是关热无关 分区网格接触警 刚才是不是你把警了 我的车子就不见了 你车子就不见了 就车上就是你刚买的东西吗 就有没有 周围有没有人看到是谁 是谁推走的 这样你先到那个到广场的那个门口 我们现在开一个黑色的警车 我们现在过来好吧 刚才你跑了个警是吧 对 你钱都没多少钱 你刚刚看监控的地方 是在哪个地方看的 我超市里面 他的工作员掉了个监控 我们看一下 2点 2点 2点10个多 对 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就是 在那个监控里面的话 确实有一个穿白衣服 然后带小孩的一个女子 然后把她那个 把她的购物车推走 但因为我们到了现场之后 和她的交谈中的话 能够很明显的得知 购物车在那个很长一段时间之内 都属于是无人照看的那个情况下 一般来说的话 像这种情况 道解人他自己 为这个事情的话 也是要负一定的责任 因为虽然说是在公共场合 但是的话 公共场合自己的财物的话 还是需要进到一定的看管义务 麻烦把那个 这个那个照一下 对 大多数的监控 都是属于是店内的监控 然后都没办法照到那个 白云女子的那个正面 然后我们就只能 将那个报警人 带来拍摄索 然后由拍摄索 进行后期的 然后调查的走法 妈妈有个水 拿一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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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进去 谢谢 你带住住 这个不用谢 哈 以后记得提醒妈妈 最看好自己的东西 好 谢谢 往这边过去 从这边走啊 从这边走 往右拐拉 右拐 这边这边这边 赶紧赶紧赶紧走 走走走 过来吗走 走过来走 过得了过得了 走了走了走了 快 好走快快快快 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 好上车 坐了一次兼职交通警察 好久没有指挥交通了 还是有以前那种交通警察的感觉的 我很喜欢这个工作 首先很热爱这个工作 我觉得警察就是伸张正义的 这就是粗暴安良打击犯罪 刚过来的时候 也确实觉得很比较惊讶 因为上公安工作 如果没有一个办公地点的话 感觉还是很奇怪的 但是后来我们也发现 其实这个车 就是这个巡逻车 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办公地点 这一年多来的话 感觉也习惯了 而且有和这个车也感觉有了感情嘛 收到一条网格指令 请注意签收 喂你好 这是观众部公安分局网格接触警 刚得报警是吧 哎对 那边有一个老大爷 口吐乖墨在这一个教育里面 等一下我们马上到现场 啊好 什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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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遥不行 来了 没看到 他那呼吸什么的应该倒是顺上了 也没有看到 对 都是那个的 应该就是喝酒 嗯 应该就是喝醉了 喝酒 家里面有没有联系上完 联系上了 有没有说是什么疾病没有完 呃 喝酒 一大口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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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得高兴到谁 我们刚刚把他移过来的 他刚刚打在那个 六楼 六楼 睡在地上 一大口酒 没得喝酒 哦 今天来一个人 一二三 这个进来啊 那个终端呢 女生的老爷子的家属是吧 和她什么关系 和她姑娘 现在在车厂 她因为可能 舒胖的应该喝多了酒 谢谢你们 那你们就赶紧上车 以后提醒老爷子 不要喝这么多酒 作为一名网格警 一天三顿饭 都是这样在路边解决的 风餐露宿 对他们来说 已经习以为常 今天是开展我们分局 枪械日常训练的一个科目 我比较喜欢在一线 我觉得教官和网格工作 是一名结合的 我们网格工作 真正的是和老百姓打交道 和警卿打交道 和110捆绑在一起 给老百姓做服务 做安全保障 警务实战 实际上就是给我们实际工作中 一个指向 一个预判 让我们实际的一线民警 预见警情 预见突发事件 不慌张 您好 请问是否需要报警 真的有时候觉得跟他在一起 真的危险 还危险 这次我们贵阳市公安局 微信报警平台 和他对话 他讲不了话 那么从对话 我们听出来 应该是两个人闹纠纷 但他俩是什么关系 我们没听出来 根据这个手机视频的这个角度 我们是看见了一些关键点 发现他在什么具体的位置了 确定了报警人的位置后 指挥中心的街警人 第一时间调度 离报警人最近的网格警 难往报警一点 这一名女性比较紧张 她就看到我们过来以后 她就及时跟朝门走来 都是这个男子 有说要伤害他的一些炎的 那时候人警察的时候 发现 她都包里面唯一把这个水果刀 水果刀 各不成管制道具 对这个报警的女子 没有造成一类伤害 在现场大概了解了一下 因为感情上的问题 发生了一些经济上的一些纠葛 这个男的要求这个女的 把它复合 当时我们才去把双方带回 派人所给他们提供这么一个平台 进行协调调节 在调节的过程当中 我们对这个男子 有一些要伤害这个女性的 不当言论 进行的批评教育 我们贵阳的这个微信报警 我们是做了有几个功能 除了视频互动以外 我们还有个静音功能 那么静音功能就是为了保护老百姓 在一些不便说话的环境下 那么只要开通这种方式 我们就能完全看到它处于一个什么状况 所以像这种方式 老百姓也非常认可和喜欢 它有一个非常直观的就和民警连线了 而且这个过程为我们的后期的 迷你在针爬破案方面 也固定了一些相应的视频证据 收到一条网格指令 请注意签收 跟着快 跟着我 谁报得紧 我报得紧 你报得紧 我不用网格紧 我通知120的道长好不好 三者是哪几个 就这一个 就你们 不用了 不用了 我给你打一个 小学生啊 他在哪 打破什么 肯定要打破什么 你看这这这 那现在先送120吧 扶着扶着扶着 上救护车 慢一点啊 那个当时是什么 什么情况呀 当时啊 时光堵路 这个好几条车呀 他有四个腿伸出来 把路堵了 就是说工人之间吧 就是说语言的差异 有一点脏话 就是相传的误会 就起成了冲突 那当事人是谁啊 跟着我们去官局啊 还有我们当时看见的啊 在场的跟着我们去啊 我们去去调查啊 上车吧 上车 上来吧上来吧 上来吧 上来吧 三个中年人干一个 就是说 不管三个三个人还是一个人 打架都不是都不对的 都不是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是不是啊 如果受伤严重的话 大的话就是行事案件 小的话就是自然案件 上车吧 上来吧 跟着我走 那时哟 这边三个是工地的证人 这边是傍车的证人 他们是因为在那个出口 工地出口 他们的傍车 拦着这些下班工友的车子 发生矛盾的 当事人现在都要送医 双方都受伤了 那我移交给你们了 我们恢复寻线 谢谢啊 再见 走吧 这个景还是接得很快的 我们20点34分 07秒接到的报警 然后到达现场 开始处置是20点36分 35秒 两分半钟我们就到现场处置了 人家说的时间就是 生命时间就是金钱 真的 这个时间很宝贵 收到一条网格指令 请注意签收 喂 您好 这里关上乌光分区网格接触警 刚刚你报警是吧 对方有没有动手吗 然后手里面有没有拿什么东西 有没有吃不吃蟹 他是推上你 然后你躲开了 还是动手直接直接是殴打你们 你是乌业的是吧 不是乌业 冬水人二号门 吃饭了 吃饭了 来嘛 他们开始 我不知道 我不是在正面 刚才说 然后他们第一次接着过来 说什么又是今天 到底让我今天还是不今天 我说肯定不是今天 我说你什么又是我要让你今天 他就冲下来 他就冲下来 就是要打我 这次赵县处理的 是一起小区业主 与物业门卫之间的纠纷 一位业主由于没有找到停车位 想把车停在小区门口消防通道上 遭到小区门卫的阻拦 两人进而发生了冲突 没事吧 你讲 你讲 不是嘛 我们停车在 我们也要得把车 我已经停车了 我们跟 我已经打开了 我们一直来 我们一直来 三名 我们一直来 三名一车人 那我们得好在 他也来 他也找没车盘 我下来的 你要停车那个地方吗 那你是看了 你看要烂炮菜 出去去 他别停车 他挺贵的 我别停车 是不是 你看要烂炮菜 别停车 他就炒一下 那个打过 倒在大大厂外 他问我要搞了 他在大大厂外 你到了现场的时候 两边都还是很激动 是不是嘛 对 就是很激动 两边都很激动 把车落开了 他两个 你问他 你问他 准备要 准备要 那个 那个 两个人口角了嘛 在他们没来的时候 他就先忙我 准备下来 总是打我 先忙我 你让我看我 跑到边 一路都停车 说话就 你问他 打过 你问他 打过来 到这 拿个 拿个 钱从哪个 拿钱 现在 双方都不要讲了 这个地方属于 消防通道 消防通道 如果说你学过科目一 再用消防通道 这个在科目一里面 肯定是扣分的题 一分钟 我不相信你 停这个地方一分钟 能够 最近的这栋楼 我不相信你能够 把钥匙拿过来 如果说是 本身小事 大家小事化了 然后在这个地方 互相道个歉 然后该做什么 做什么 好吧 这就是个小事 还有二言之言 你看行不行 如果你觉得这种 解决的方式不好 那就和我们去派出所 好吧 你这么一期的 那就上车 那师傅 你跟着我们走 可以 走吧 物业保安这一方 他不愿意调解 所以说我们也 只能将双方 带回派出所 然后进行 后续的调查处理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话 完全没有必要发展到 这种地步 很多时候的话 大家各退一步 然后互相道个歉 握手言和 然后就了结了的 我们从小就在 这个城市长大的 对这个城市很有感情 还是比较有感情 在老城区 我们觉得 我们是在守护自己的家 这看着群呐 就像在自己家 守护我们家的平安 守护我们家的安全 我们把治安 管好了 管控好了 就是在守护我们 每个人的家 那么我们不管 我们的这个地方 设备怎么变 人员怎么变 系统怎么变 但是我觉得 在这个地方 就是110 为人民服务 接好每一个景的 这种初心 是不会变的 一碗格 准备交接班 一口气 两个看看 灭泼气 正常过 正常的 知道 收到一条网格指令 请注意签收 收到一条网格指令 请注意签收 收到一条 Reno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